进入广告,广告,腾讯视频里,QQ,COM,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,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,使用客户端播放,不稳定,立即下载错误吗? X,XXX,我有反馈暂停,下一集0.1.40分直播,1.40分弹幕高清,超清720p高清480p,标清270p,倍速0.5X,1.0X,1.25X,1.5X,2.0X,倍速播放,在这里,全屏,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,取消广告,广告资讯南来小组赛, 中国83-66哈萨克斯坦,刘志轩18-6小丁14分50%,7050%,0.0.00278ES05M,播放模式Chromials,分辨率1920,X1080,视频框高848,X480燃量50%,视频协议HTTP,SCDNAPD, A3CF2F14C5620EF162F081193C980728,VSMTCDSF,COM下载速度,缓冲资料,真数错误码,版本号3.4.37,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36秒,播放流水, 6B4C517C6B4DD4F4B7751B368B55113970201,本地日志点击下载,点击清除,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资讯,南来小组赛, 中国83-66哈萨克斯坦,刘志轩18加6小丁14分,按住画面移动小窗XWINDOWDATAVIDEOARPUSHVR00278ES05M,IMG,HTTP,INOOZ,GTIMG.COMNOOZAPLS04958358303-6404800, 预期视频,资讯南栏,小组赛,中国83-66哈萨克斯坦,刘志轩18加6小丁14分,市场约1分40秒,腾讯体育8月23日讯,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南栏小组赛继续进行,中国南栏红队以83-66战,胜哈萨克斯坦,小组第一出现, 我们通过动图,回顾一下本场战况,南栏17分大胜哈萨克斯坦,亚运会小组第一出现,比赛开始, 周期突破造成犯规,并抛头打将,内中国对手开得分,随后,王哲林也不甘身弱,接球飞升暴扣,追听比分。 第二节比赛,中国队陷入得分慌,外线手感不佳,王哲林通过内线打开局面,哈萨克斯坦追分切是正盛, 为中国队带来了很多麻烦,姚运也在王哲林进行了亲身指导。 半场结束,中国队仅领先哈萨克斯坦一分,且周期和王哲林深被四次反规,情况十分危急。 第三节比赛继续,上半场稍显成绩的丁燕宇航开始爆发,先是快攻中上篮得手,随后再次强行删入内线, 敲篮命中,通过灵性跑位,接到阿布都沙拉木传球,直接,抱擒越旷,在王哲林武范离场后,刘志轩平身而出,外线连续命中三分球, 中国队直接一波建立巨大领先优势,闲平信步,命中后射步三分,第四节比赛,南篮牢牢把握住自身的优势,随着方硕三分命中,比赛基本是致选面。